我们整理了这一年受到最多讨论的一步一脚印的故事 结果发现最动人的特质就是在奸困中坚持分享与付出 就像这一位呢 她是嫁给罹患见动症的丈夫 而她不但照顾丈夫 而且持续奔走帮助见动者表达 而她告诉大家 她说我觉得每一件事都有她的原因 只是你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在这个当下就全心投入到里面就好了 她仍然说我对生命是很有信心的 2009年回到台湾 治疗室就跟我说 Kiki你要刻意帮大膜录生 我就说我就刻意啊 我还那时候买智慧型手机 然后去录 录了很多啊 但后来不能用啊 但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讲法 这个糖的工七层 那里面有木制的楼梯 里面人可以盘旬如上 你记性很好嘛 对 当年的收音品质差 堪用的素材不多 无法成功重现陈大膜的声音 即使如此 他们还是坚持参与研发来助人 屈颖说这是病榻上的先生 最大的心愿 因为她一直觉得要利他 她就说我的生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 我只为了把我这个身体照顾好 然后花掉所有的 大家的精力啊 时间啊 还有家里的资源 她觉得她一定要活着 然后对他人有益的 说到先生 他语气中尽是骄傲 陈大膜188公分是高中篮球校队的风云人物 云文云武 28岁就在美国取得作业研究与工业工程博士学位 后来还和合伙人到上海创业 缺影就是当时去应征的工程师 两人认识是在面试那一天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不相信 我们就是一见钟情 对啊 就是我觉得 大膜让我相信缘分这件事 我们第一次遇见就觉得有一种熟悉感 不料就在曲影打算主动表白前 得知恶耗 他就说你举起你的左手 我说可以啊 他说我没有办法 我觉得很奇怪 我说怎么会没有 人这么爱打篮球的人 而且我还跟着他一起看我们 我们那个公司打篮球比赛 他还在场上跑来跑去的 我说怎么会没有办法举起 他说我生病 当然了 但是其实根本不知道 我想说他要说什么 就是他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剑洞症 我没办法接受这件事 他是那么阳光的一个人 那么高大 然后他的人生是那么的精彩 就在我们看来 就是非常精彩 在台湾读书去美国 然后又拿那么年轻 又拿到PhD 然后很年轻又做到很高的主管 大摩的午餐每天都是我配 就是看我们冰箱里有什么菜 兄姐都是医生的他 从没听他们聊过剑洞症 无法相信这发病率 不到十万分之一的病 会发生在眼前这个人身上 女生一旦恋爱很容易就变成傻子 智商变成那个 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些完全不是问题 你只记得你看到这个人的那种开心 曲颖还是决定要交往 但说到婚姻 陈大谋有所顾虑 她知道对方父母 其实没那么支持这段感情 也知道曲颖在后来一次出游时 的确也犹豫了 那天他们相约在机场集合 我推着轮椅过去的 然后那个感觉好差 我要去跟一个人度假 但是我是推着轮椅带过去 好了 你一定要灌几次 很多次 如果要算上得 至少得十几次吧 一天十多次的灌食 拍背 洗澡 擦澡 还要随时提防感染 照顾者的压力很沉重 这些陈大谋都懂 因为她的父亲也是见动患者 妈妈的大半辈子 几乎被绑在病床边 她不希望曲颖 也过上这样的人生 她真的值得有人好好照顾她 好好爱她 那她除了她妈妈 妈妈要照顾爸爸 不可能陪她一辈子 那还有谁 我一直在心里问 我要给她安排一个人 如果我不是那个人 我要给她安排一个 我觉得还有谁 还有谁 我在脑海里一直在问 还有谁 其实就很奇妙 那个声音就说 除了你没有别人 没想到曲颖几经思考后 还是告诉她 跟我求婚吧 她愿意嫁到台湾 一起面对这没药医的病 你先要吃吗 好 吃一下 有时候是 我看到她的表情 她就很抱歉地眼神看着我 我说你会觉得 对不起我 对不对 那你就知道 你就会被融化了 你会觉得 生病又不是她要生病的 那是多大的勇气 日常护理 几乎占去所有时间 曲颖无法上班 只能接案做翻译 却从没怨言 她的付出 陈大谋都看在眼里 写在文章里 今天晚上睡得不好 这已经是你第四次 起来帮我抽痰了 抽完痰后 我没有马上睡着 听到你在我旁边 平静地呼吸 我知道你已经睡着了 在这个寂静的夜晚 只有你浅浅的呼吸声 和我呼吸气的声音 要照顾我 真的是一件 不容易的事情 回想到当初 你不顾一切 不顾家人的反对 就是要和我在一起 还是觉得很感动 如果当初没选择来到这里 人生会更精彩吗 曲颖说她不知道 但从没想过 这是牺牲 反而常常觉得 对方教会她很多事 她不会抱怨 她不会怪任何人 她不会埋怨 即使这个病是遗传 要是有的人可能会说 遗传就是怪怪爸爸妈妈 她不会 乐观的陈大谋 总是告诉她 自己很佩服 生前以眼动打字 完成30多万字著作的父亲 所以不论要克服多大障碍 她还是愿意接下 协会理事长的工作 用自己的专业和规划力 帮助病患 这决心让曲颖很感动 医院比较难合作 你说先跟一些中心先合作 所以她决定 努力学习朱英拼字法 替丈夫传达想说的话 替她开会奔走 一有空 两人有好多计划要讨论 你觉得机构可以先开始突破 先跟机构做 你们在讨论什么 在讨论见动人的照顾的地图 我希望未来能够 往这个方向发展 同学来了 我开场 然后请老师讲几句话 好吧 老师往前坐好 去打起精神 用行动告诉丈夫 有个人会当你的手和脚 完成任何你想做的事 所以别放弃 英文中有一个词叫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 一个巨大的改变 是从一个小小的改变开始 叫实穷解奶线 就是到那种把你逼到你已经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你的高风量节才能出来 一个人的那种我觉得一个人性的美才看出来 那大某是让我看到 人是可以这样子活着 即便这一切都跟你相违背 你想要的全部达不到的时候 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思考的不是那些身体上的痛痒麻 而是他还能做什么 他还怎么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 年轻的我对你张眼睛